《西行纪》动画第29集更新 大号悟空上线 此时熬雪面对咄咄逼人的白骨皇帝 已经有点支撑不住 关键时刻 巨大的金箍棒从天而降 直接将一旁的房屋砸碎 唐三藏回头看向悟空的那一刻 眼神真是太帅了 或许唐三藏早就已经料到 自己的徒弟大邀悟空 不会那么容易倒下 悟空目前一共有三种形态 一种是复活归来的小猴子模样 这种状态下 悟空虽然看起来灵活 但是攻击力稍显不足 此时悟空体型变大 身高增加 壮硕的肌肉 给人一种红武有力的感觉 这是悟空最强的战斗形态 不过当初被白骨皇帝 殷尸之气侵袭 结果不省人事 倒在了地上 现在的悟空 突然改变了形态 他变成了曾经的大妖状态 在与素衣公主相处的过程中 悟空一直都是维持着这种形态 这也是悟空最为经典的状态 当初取经归来后 悟空凭借这种战斗形态 单挑天界战神三眼神将 要不是唐三藏念动紧箍咒 或许悟空根本不会败在三眼手里 如今能够看到这种状态的悟空 唐三藏对悟空寄予厚望 漫迷都非常期待大妖悟空的表现 虽然现在悟空出场看起来很帅 但是下一集 悟空面对强大的白骨皇帝 却被按在地上摩擦 此时白骨皇帝 已经被大妖悟空砍断了一只手臂 但是他已经超脱了生死 依旧能够将悟空按在地上暴打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白骨皇帝 可以利用源源不断的阴尸之气 恢复自身的伤势 面对几乎拥有不死之身的白骨皇帝 悟空也感觉非常的棘手 关键时刻 还是借助白骨战士的武器 封印了白骨皇帝的力量来源 悟空才将其斩杀